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鸽子酱讲会本,我是鸽子姐姐 今天,鸽子要跟大家分享的会本是 软软的豆腐 那时候,它还是一粒小黄豆 每天躺在温暖的豆荫里 一天,豆荫爆开了 它跌进阳光里 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这么热闹 白云一朵朵的结伴飘过 小鸟叽叽喳喳的飞来飞去 小狗追着蝴蝶玩耍 没有谁留意小黄豆 小黄豆觉得很孤独 一条小蚯蚓从小黄豆旁边拱出来 它晃着脑袋大声的叫 哎呀,是谁把我的头割了一下 小黄豆惊讶地看着小蚯蚓 被小蚯蚓拱着的时候 那软绵绵的感觉,真奇妙 你好 小黄豆轻声地说 嘿,你好 嗯,原来是一粒小黄豆呀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一定很疼吧 嗯哼,没关系 其实呢,你没有多硬 我撞上过比你硬一万倍的石头呢 那,这个山巴就是那次留下来的 小蚯蚓低下头给小黄豆看 哦,你能撞石头啊,真厉害 嘿嘿,嗯,撞石头可没这么好玩 那是我和别人比赛 太着急了,才撞上去的 小蚯蚓把身体卷成螺旋形 然后又变成了S形 你真柔软,真美 小黄豆情不自禁地赞叹着 嗯,你很圆,也很美 小蚯蚓说 我们一起玩会吧,好吗 好呀好呀,我刚吃了很多土 正好,运动一下 小蚯蚓小呵呵地回答 它们一起滚来滚去 有时小黄豆为小蚯蚓挠痒痒 有时小蚯蚓推着小黄豆向前跑 有时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突然,小黄豆被拎到半空中 它被扔进一只篮子里 甚至没来得及和小蚯蚓告别 现在它又和许多豆子在一起了 大家高兴地拉家长 开玩笑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小黄豆偶尔答几句话 它似乎不再孤独了 可它的心里总是想着小蚯蚓 它想念和小蚯蚓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 想念小蚯蚓和自己拥抱时那软软的感觉 这一天,小黄豆和许多豆子被倒进了一个碾子里 碾子转动了起来 有点疼,有点麻,还有一点说不出的感觉 一股股之夜从自己的身体里流了出来 哇哦,好神奇啊 小黄豆成了一块豆腐 软软的,它居然是软软的了 变成豆腐的小黄豆又有了许多新朋友 松花蛋很淘气,总喜欢站在豆腐的头顶 肉末的胆子很小,很害羞 豆腐紧紧地护着它 小葱是个爱怀旧的家伙 喜欢靠着豆腐,讲那些乡村田园的故事 辣椒小资们喜欢玩摇滚 豆腐陪着它们一起又唱又跳 把空气都变得热辣劲爆 小黄豆,嗯,是豆腐 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想念小蚯蚓了 因为小蚯蚓是第一个给了它软软的拥抱的朋友 现在,它也像小蚯蚓一样 软软的拥抱着大家 其实,一个人只要心里充满爱 就会变得软软的让别人乐意亲近 并且永远想念 好啦,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鸽子酱讲会一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鸽子 鸽子 鸽子